链状聚合物呢 它的模型可以表示成这个样子 每一个小单元 它用常链的方式去连接 所以在高温加热的时候 它有机会会融化 它可以重新再塑形 往好的想就是可以回收再自 我们又称这种链状聚合物 称为热塑性聚合物 因为温度高 它就具有可塑性 像聚乙烯 我们以聚乙烯为例 聚乙烯的小单元呢 就是这个乙烯 乙烯是碳跟碳之间有双键 一个乙烯 两个乙烯 如果我们给它适当的温度跟压力 运作下 这个双键呢 其中有一键给拆解了 这两个乙烯的一个键拆解了之后呢 两个连接起来 同时外侧这两个碳原子 也有间接的机会 伸向别的乙烯 那同样别的乙烯呢 它的双键也可以拆解 又产生了别的间接的机会 所以乙烯两个 在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连接下去 就变成了聚乙烯 就变成了好多好多碳的碗类 那这个聚乙烯呢 英文仅写为PE 常常用在哪里 瓶罐类啦 塑胶袋啦 或者是保鲜膜 同学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 PE保鲜膜 就是聚乙烯为材料去制成的 那像这样子的链状聚合物在生活中呢 还有这几大类 那因为讲到常见的塑胶 老师一定要提醒你 做好回收好 环保的工作 这个有三角形的部分呢 就告诉你 它这个地方呢 里面有数字 讲的是塑胶的这个编号 首先编号1号呢 称为PET 也就是常见的宝特瓶 它的学名叫做聚乙烯对本二甲酸子 它是一个聚乙合物 有PE开头的 另外像这个二号的物质呢 叫做HDPE 称为高密度聚乙烯 常见的 比如像厚的塑胶袋 或者是牛奶瓶等等 另外编号3号的这个呢 是聚氯乙烯 以氯乙烯为小单元聚合成的 常常用在水管啦 或者是雨衣之类的 那部分的保鲜膜 也会用PVC做的 这个同学在使用的时候 注意不要加热 那我们看到编号4号的这个塑胶呢 称为LDPE 是所谓的低密度聚乙烯 像洗面乳包装呢 比较软管的哈 或者是薄的塑胶袋 另外保鲜膜就是用低密度聚乙烯为材料制成的 编号5号的这个PP呢 是聚丙烯 像有一些微波容器 或者是果子瓶啊 有个什么每日ABC的那个果子 你看它的这个瓶冠的底下 就会写上这个符号 编号5简称为PP 聚丙烯 另外6号是PS 聚本乙烯 是以本乙烯为小单元聚合而成的 俗称保利笼 像泡面碗 养了多的瓶子 就是这一类所聚合而成的 另外还有像7号是Other 是其他类 因为塑胶的制品不是只有这6种 那同学看到的这个123456 大多数都是以P开头的 它们恰巧都是链状聚合物 都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请同学注意 在使用这些塑胶制品的时候 要做好环保的回收工作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聚氯 以及PVC 它在高温的时候 有可能会分解 而产生氯化氢的气体 今天如果你拿PVC当保鲜膜 微波一个汤瓶 拿到微波炉去 万一它的温度呢 高高高高高到的148度C以上 你的汤有没有机会变成 盐酸水溶液呢 自己要小心一点哦 此外 据本乙烯PS 也就俗称的保力龙 它在高温的时候 也可能分解出有毒的物质 这个本 其实是一个毒物 那这个保力龙呢 它可以溶于热油 因为油也是一种籽类嘛 所以新闻上面说到 鱼油可以溶解这个保力龙碗 不是骗你的哦 它真的是这样 所以以前用保力龙的便当盒 装那个炸排骨 炸排骨不是很多油吗 所以那个保力龙上面 常常会被侵蚀一个洞一个洞的 所以老师在这地方劝你 不要再用保力龙碗做泡面的容器了